華碩旗下電競品牌 ROG 正式推出新機 ROG Phone 5S 與 5S Pro 蘋果開箱當然要拿最高階的 ROG Phone 5S Pro 你看看這包裝滿滿的電競味 還能用手機的相機開啟AR動畫 超熱血 ROG Phone 5S Pro 它搭載後製的彩色幻視小螢幕 它有六種預設的燈效可以選擇 比如說像是外接設備、X模式、螢幕點亮、充電、進入遊戲以及來電的燈效 當然你也可以自訂你自己自訂的燈效來做更換 作為市場旗艦等級的電競手機 這次搭載了高通 S888 Plus 的旗艦處理器 還有18GB的 RAM 然後512GB的 ROM 直接使用 Geekbench 來測試一下 可以看到Geekbench 5 跑分單核心來到1171 多核心是3688分 智中的 CPU 加大的 3D 均熱板 長時間打手遊 手機也不會過熱 還可搭配專屬的空氣動力風扇幫助散熱喔 ROG Phone 5S Pro 它是使用這個 6.78 吋的 OMELADE 的螢幕 它的解析度來到 2448x1080 螢幕的更新率是 144Hz 體感操控 比如說 12345678 它可以設定很多組 向右翻透過手機向右翻 它就會觸發這個虛擬按鍵 我們也可以新生 來做不一樣的晃動的虛擬按鍵操控 它一樣有搭載這個超音波的觸控鍵鍵 可以做設置 那你在打這個射擊遊戲的話就很方便 它的主鏡頭是 IMX686 的 Sony 旗艦鏡頭 那解析度是 6400萬 那中間這一顆是 1300萬解析度的這個光角鏡頭 那它打到 125 度的這個超光角 最右邊它有一顆 500萬的微距鏡頭 那官方顯示它可以拍到這個 11 公里的焦距 它的前鏡頭規格來到 2400萬 在拍攝模式上面 基本上面應有的功能它都有 錄影、延時攝影、慢動作、人像、全景拍攝這些 那也可以對這個文件做智慧鏡頭的使用 它採用了兩顆對稱式的這個前置大磁鐵的這個揚聲器 可以發現它這個音效其實沉浸感非常好 它背面有搭載各一顆的這個 3000mAh 的這個電量電池 那加起來就是 6000mAh 並且支援65瓦的快充 那這個快充它也附上了一顆65瓦 最大額定功率的快充頭 蘋果新聞網台北報導 最終快充電池 卞車 卞車 謝謝 財坤 無視 容金 非常